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是1979年美中共同簽署的 之後每5年續簽一次 這項協定曾是美中友好的里程碑 促成兩國一系列科技領域的合作 並推動了中共成為技術和軍事強國的進程 現階段的協議將在8月27日到期 6月18日 路透社引述多位熟悉審查情況的官員披露 鑑於目前雙邊關係處於幾十年來最糟糕的狀態 美國政府內部正在討論是否讓這項協定失效 主張續簽的人認為 終止協定將會扼殺學術和商業合作 但越來越多的官員和議員認為 考慮到兩國之間的競爭 在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合作意義不大 美國國務院有人建議 重新就美中科技合作協定展開談判 增加反對工業間諜以及要求數據交換對等條件的內容 但一些美國官員認為 鑑於美中現狀 重新談判可能導致整個協議破產 如果這個協議不續簽的話 美國呢 它將擁有更多的方法去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同時呢 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去限制中共在美國進行滲透 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和許許多多的科研的成果 如果續簽的話 那麼情況就有可能跟過去一樣 讓中共可以說是在美國坑猛拐騙 打著合法的旗號 幹各種各樣非法的事情 長期以來 美國企業一直不滿 中共要求他們進行技術轉讓 美國專家對中共資助的產業間諜行徑也提出警告 而美國政界則對中國竊取科學和商業機密存在擔憂 中共在中國世貿組織了以後 從2001年到2021年 中國的經濟總共增長了十倍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 中共它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對世界和平和人道的最大的威脅 現在呢 為了防止中共迅速崛起 對西方未來的安全上的威脅 對西方國家的高科技的盜竊 確實要進行嚴密的控制 旅美時政評論員藍述說 如果美中科技合作協定終止不續簽了 確實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遏制中共崛起的作用